OK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讲这个智德这个部分 最后我们上一周简单的回顾一下 上一周我们讲到了这个智德的工作的不同的步骤 讲到了智德内在的组成部分 讲到了与智德相反的恶习 貌似智德的恶习等等 所以还记得智德的工作 我们简单的总结为 有三步 对吧 第一步是审思智德 作为实践理性的一种稳固的倾向 能够帮助我们的理性 在理性的层面上做出正确的道德行动的一个判断 所以首先是审思了解道德行动的目标 以及到达目标的不同的途径 进行权衡和斟酌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是进行判断 判断出来哪一个路径是最佳的 最后是理性向意志跟情感下达它的决定和命令 使得人的理性的内在的活动开始 以外在的意志活动展现出来等等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谈智德 我们要谈两个部分 如果你们有上一周的handle的话 你们会看到 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智德跟其他道德美德之间的关系 智德与其他的道德美德之间的关系 然后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恩典对智德的更新 智德在四书德当中 四书德还记得都有哪些 有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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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义德 有勇德 对吧 所以智慧或者我们说明智 然后正直或者公正 节制和勇气 那智德在这四书德当中是 首先出现的因为它作用在人的理性当中 而我们所有的行动和行为 除非你是在梦游的状态 否则的话 你所有的行动 所有做出的决定 所有的行为 都是首先先通过理性出来的 因此智德被称为所有道德美德的母亲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你在梦游的状态下做的事情 你是不负责的 你要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 精神混乱的状态下 没有通过理性做出的 有一个神经病 有个精神病人 他伤害了别人 在法律上也说他不负责 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理性 没有通过理性 但是正常的人 凡是有正常的理性的人 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通过理性 所以理性当中的美德 是其他美德的源头 所以智德是所有公正 节制 勇气等等的一切的母亲 所以这是我们上一周已经提到了 对吧 一切的善行首先必须是明智的 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 对吧 这个把我们的道德行动和艺术 或者技艺类比 因为理性的行为 要么是做成道德的行为 要么是做成一个工艺品 所以当一个艺术家 如果你学艺术 绘画也好 或者音乐 或者是等等 雕塑等等 这种技艺的高超 体现在什么呢 体现在 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作品 是你本身想要它成为的样子 对吧 所以这是记忆高超的人 当然也有一些什么 画龙点睛之笔 是在这种非常写意的 不经意之间碰撞出来的一些灵感等等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倚靠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 对吧 你想画一条直线是指的 你就能画出这条直线是指的 对吧 你想要让你的这个雕刻刀这么一抹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必须得指哪打哪 这个才是一个神枪手 你说瞎猫碰死耗子 你小孩从小学画画就是这样 一开始他的手是跟不上他的脑子 他脑子能想到他想要的一个画面 但是他的手表达不出来 所以好的艺术 就是你的行动 你的手做出来的 和你脑子里面想的是一样的 你想到什么就能做出来什么 这就是高超的艺术 射击也是一样的 指哪打哪 那同样的在我们的道德行为当中 也是一样 智德 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理性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的行动当中行不出来 所以这是智德跟其他道德美德之间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张力 比如说你说我知道我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出来这一点 比如说我知道我这个时候我应该冲进去把他救出来 但是我很胆怯 我的勇德缺失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 或者因为缺乏节制 所以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再吃糖了 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再去吃这个 carbs 但是那个披萨就是或者是那个甜甜圈就是那么的诱人 但是我没有缺乏节制 所以我就不停的吃 我的理智告诉我是不应该的 但是因为缺乏其他道德美德 而这个行动不受理性的管理和统治而去做出来 所以这是缺乏其他的道德美德会引导我们的欲望 这个叫appetite 这个引导我们的欲望去胜过理性 欲望战胜理性的时候 就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所以在古典的伦理学当中 看到有一个画 这画就是古罗马的骑兵 古罗马的骑兵它就站在这个战车上 前面有四匹马 这是古罗马的战车 所以那个骑兵是理性 它的手牵的缰绳是意志 前面的这四匹马是它的欲望 然后这个四匹马都是蒙着眼睛的 它是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走 它就是往前跑 用来往前跑的 那理性必须控制这个缰绳 然后控制住这个欲望 所以当欲望胜过理性 当这个马不受这个骑手的控制的时候 脱缰的野马就会翻车 所以这个是有志德 并不一定会 并不是足够的 所以你还需要道德美德 来帮助牵引欲望情感 来顺服理性的命令 否则欲望会悖逆理性 当人的情感胜过理性的时候 实践理性就会失去 志德本身的引导 比如说 对吧 这种例子太多了 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很多情况都是这个 比如说一个搞婚外恋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可能只是偶尔遇到一个 比较弹得来的异性 然后觉得 嗯 他长得挺好看的 对吧 很温柔 性格也合得来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 就跟他走得变得越来越近了 而这个时候 对吧 他的理性告诉他 他理性告诉他 你不能 你不能再继续了 对吧 你走得太近了 有点危险了 对不对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 他的欲望开始说 啊 你看他 给你多谈得来啊 给你的性格多相符啊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多幸福啊 这种情感 这种情感的欲望 开始 开始占了上风 尽管他不是你的妻子 但是 贪欲的情感就胜过他 别傻了 现在你可以享受 对吧 所以 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 这个恶 是否在于这个女性本身 是否在于这个异性本身呢 不是 对不对 这个异性长得很美丽 很温柔 性格很好 很相符 这些 这些好不好 好 这是善 这是好的 但是恶从哪 源自于哪呢 恶源自于 他所处的处境 他是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 他是一个已经在上帝面前 向另外一个女人许下誓言的男人 他的处境是这个处境 所以对吧 你要没结婚 你要是没有许下你的誓言 非常好 这个事案你可以追求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什么 但是当你的处境变了 你现在是一个已婚的人 去婚姻之外破坏 违背你的婚姻誓言 去寻找另外一个女人 哪怕这个女人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行动本身是恶 所以恶有 恶本身并不是因为 它导向的那个目标是恶的 而是因为它不符合 你所处的环境 而只有明智的人 才能够看清楚 道德实现实的本质 并且倾向于 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这个人 是一个明智的人 他会怎么做 他会 他会说OK 到了一个程度 对吧 你倒不用 不用非得把它 把它完全的 这个什么 但是你知道说OK 到了一个程度 你会敏锐地察觉到 这个关系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然后你会主动地保持距离 对不对 甚至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 你可以终止这段关系 所以这个是明智的人 会避免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试探 让这个试探继续升级 所以通过明智的美德 你会看出来 这个人会产生 其他的美德 通过明智的美德 他会产生出 他对婚姻的忠诚 所以这是正直的美德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是一个公正的人 他对他的妻子是忠诚的 然后通过 通过这个 智德 他也会产生 节制的美德 他知道什么时候 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他会 他会有勇敢的美德 勇气的美德 当要做出一些 艰难的决定的时候 比如说 这段关系是不健康的 那么我必须把它 切断的时候 他有勇气去这样做出来 所以看到通过智德 通过智德 做出正确的明智的判断 会帮助道德美德的提升 反之道德美德 会巩固智德本身 做出的判断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智德是生发其他美德 然后其他美德的增长 会兼顾智德 所以人做出合理的事情来 不是自动产生的 没有一个人天生生出来 知道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三岁的小孩 做出来的事情 全都不明智 他喜欢他 我要吃糖 每天吃 我现在还要吃一个 我还要吃一个 那个糖在哪呢 我还要吃一个 所以三岁小孩做出来 他说我现在就想要 我要去拿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爬爬爬 然后说啊 摔倒了 磕头了 哭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的实践理性 还没有成长发育完全 所以他做出的很多的决定 是不理智的 那当然从生理的角度来讲 通过人的年龄的增长 身体器官的发育 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这个美德本身 并不是完全的生理上的成长造成的 所以你会看到 对吧 可能一个四五十岁的人 他依旧活得像一个三岁小孩一样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是美德并不是一个生理的概念 所以他当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 比如说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现实这样的例子 一个四五十岁的大男人 他什么事都还需要他的妈妈帮他做 他妈妈七十八十岁了 还在不停地给他做饭 每天给他做饭 每天给他洗衣服 每天照顾他 然后这样的一个 这个男人从他生下来到他五十岁 永远有人在照顾他 然后结果他妈妈病危了 他还跟他妈妈说 你就生个病 你得起来给我做饭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成长的环境 一直没有教会他 怎么去面对正常的生活 怎么去正常的 去使用他的实践理性 去告诉他怎么去行事 所以美德的养成 不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自然而然形成的 一个结果 欲望顺服理性 是一回事 OK 所以你看看这个关系 欲望顺服理性是一回事 对不对 欲望应该顺服理性 而理性牵引欲望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理性牵引欲望的 就正确地引导欲望 牵引欲望的是 智德在做的事情 而欲望 甘心情愿地顺服理性 服从于理性 是道德美德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是两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那讲到这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恩典对智德的更新和加强 恩典对智德的更新和加强 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人的堕落对人的实践理性 或者人的理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之前我们谈到智力美德的时候 提到过堕落对理性的影响 而堕落对理性的影响 在那里面所讲到的堕落对理性的影响 也完全适用于在这里面的讨论 因为实践理性跟思辨理性 都是理性的不同的工作的方式 所以从自然层面上来讲 一个人的确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 养成良好的习惯来增长一些自然美德 在自然层面上表现的是一个明智的人 但是堕落的人因为堕落的影响 他只能在自然的事上体现出来这一点 他无法在属灵的事上体现出来这一点 所以原罪使人的理性堕落 人的理性首先无法知道正确的行动的最终极的目标 而且在选择途径当中也会出现判断的错误 堕落对人的意志情感造成破坏 但同时对理性也造成破坏 这里面的破坏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讲 一个层面是对理性本身造成破坏 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是对人的欲望造成破坏 也就是首先一个理性本身失去了变得盲目 能力下降缺乏必要的力量 理性对于属灵的事情是瞎眼的 理性开始与神隔绝 背离神 人的理性背离了神 所以从这个如果我们单纯的聚焦在理性上来讲的话 那么堕落使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作为最终极的善 而把次等的善当作是终极的善 这叫什么 这叫偶像崇拜 堕落使人的理性与神隔绝 所以这个堕落理性与神隔绝之后呢 他只能看到什么 只能看到次等的善 你能够想到的 首先是你自己的利益 你自己 然后可能理性再重高一点 想到的是家庭 想到的是社区 想到的是某一个团体的利益 然后作为善 作为善的目标 然后你可能再大一点 是作为一个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的利益 作为善 可能最崇高最崇高的 在不认识上帝的情况下 最崇高最崇高的善可能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对吧 为了全人类的繁荣 或者是有一种宗教性会把其他的一种虚假的宗教 比如说其他的宗教里面的一些假神拿来当作是善 所以把次等的善当作终极的善是偶像崇拜 所以保罗说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广 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拜那造物的主 所以理性本身无法认识神 而堕落的是非心 还记得是非心 我们之前说的 是非心是干嘛 是非心是用来获知道德原则的原理的 那是非心是获得自然法的 但是是非心因为堕落 无法完全正确地获知上帝的旨意 对自然法的了解是模糊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在圣经里面被称之为叫做淤浊 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保罗说 不要做糊涂人 以复所述第五章第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 或者叫做愚蠢的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是单纯的从理性本身来分析 堕落对理性的影响 然后接下来从欲望的角度上来讲 堕落使人的欲望 这里面包括情感和意志 不顺服理性 为什么呢 理性既然背叛了上帝 因此上帝的公义的审判 使得理性经历了同样的背叛 上帝说你不是背叛我吗 让你也经历一下什么是背叛 所以上帝就审判人 让人的意志跟情感来背叛理性 所以情感跟意志 也就是欲望 不顺服理性 会使人变得不理智 并且陷入到被情感 引入歧途 因为情感本身也 背离了上帝 所以你会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 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 为什么你感觉到说 我明知道这个是对的 保罗说 我明知道什么是善 但是我却不去行 我知道不对的事 我反而去做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说 为什么 因为欲望背离了理性 所以保罗说 我脑子知道 我头脑上知道 理性上知道 但是我的欲望 不受我的理性的控制 就是在这 所以从自然的层面上来讲 这些恶习可以通过 适当的纪律 通过一种习惯养成 在一定程度上 纠正外部的行为 但是它不可能 从人的灵魂的内部 真正的纠正 除非理性被圣灵重生 人的欲望被圣灵圣化 所以这就是恩典 对于智德的改变的影响 重生的理性 恩典干嘛呢 恩典过来重生一个人的灵魂 当重生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 这里面就包括重生人的理性 也包括重生人的欲望 这是灵魂的不同的功能 被重生的理性 被更新之后 它会在道德行为当中 对目的的判断 和对途径的判断都被更新 OK 所以理性获知了目的 也会更新它对途径的判断 对吧 那目的 从目的上来讲 这种被更新的理性 首先会怎么样 它会在是非心的层面上 还记得良心的层面上 获得了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 这个更高的道德原则是什么呢 原来你只知道说 OK 要为了全人类的繁荣 而奋斗 但是现在你知道说 要为了上帝的荣耀 对不对 现在你获知了三一上帝 才是整个最终极的道德行为 最终极的善 在那之前你不知道 开始对自然法有了更新的认识 自然法开始得到了巩固 通过上帝的特殊启示 原来你不知道上帝的特殊启示 你不相信圣经 你觉得那都是神话故事 但是圣灵重生了你之后 你开始接受上帝的特殊启示 其中包括上帝的启示的话语里面 包括上帝的书写下来的律法 而这些律法兼顾了原来 你只是在你的理性当中 有的那个模糊的自然法的概念 所以上帝比如说实戒 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来宣读上帝律法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我们读的实戒 实戒就是自然法的一个具体的彰显 实戒会过来巩固我们对自然法的理解 而我们对自然法的理解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合理的 的确我应该爱神应该爱人 然后这个被更新的重生的理性 有了一个新的品质 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所以这个理性才会在智德的层面上更新智德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刚才读的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重生的理性获得了一个更深刻的真理 就是对真上帝的认知 对我们作为罪人的认知 对救赎的工作 基督救赎工作的认知 而这个重生的理性 不仅获得了普遍自然的道德原则 如今可以通过特殊启示 获得属灵的原则 也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原则 来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 所以能够分辨真假 但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过程不是 尽管圣灵的重生是顺时的 注入一些新的品质给我们的理性 但是在这个层面上 理性的美德的产生 依旧是一个过程 所以不是说我信主了 我被圣灵重生 然后我就自动的 一下子就变得理智了明智了 不 这个过程是跟我们自然的美德养成是一样的 通过什么 通过不断的使用 通过不断的习惯的养成 当我们习惯去在事情当中 去做出这种属灵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就渐渐有了这种 更加能够明白上帝旨意的心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信主了很久很久 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十戒 对吧 那有的教会可能 可能你在教会待了十年 从来没有听过讲台上宣读过十戒 然后你说 哦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我不应该网称耶和华的名 我天天指着耶和华的名 什么什么都是把上帝那天又跟我说话了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我到 直到后来我才到教会 我才听到原来第三届告诉我不可网称神的名 我原来曾经这么长时间 天天把上帝的名挂在嘴边 是用一种不敬钱的方式挂在嘴边 天天就是OMG 所以因为你说他信主十多年了 他怎么不知道呢 为什么 因为操练智德的途径 也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这些律法 福音的这些东西没有被教导 所以他在属灵的智德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欠缺的 所以这个智德的成长是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时间来去培养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写信的时候 他说我为你们祷告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知道神的旨意不是打一个响指就解决的问题 知道神的旨意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知道的 而且知道上帝的旨意 我再说 因为有的时候 今天有的时候人们会误解 到底什么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上帝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 突然给我托个梦 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 这叫明白上帝的旨意 不 这不叫明白上帝的旨意 上帝隐藏的旨意是你不知道的 你永远不知道上帝接下来 要给你什么工作 要让你跟谁结婚 要让你做什么 这些是上帝隐藏的旨意 上帝让你去遵行的不是这些旨意 这些旨意 你想不遵行也不行 因为这是上帝的御旨 但在永恒当中就知道 就定下来的 你出门往左走往右走 上帝永恒的御旨定了 你不知道 但是你永远不会 因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些人会害怕说 哎呀 我得祷告求神 让我不要偏离他的旨意 他们想到的是上帝隐藏的旨意 怎么样祷告 能够明白上帝对我隐藏的旨意是什么 我应该上大学报考哪个专业 我应该找哪份工作 他们想要明白这个 因为我害怕 如果假如说我选了这个工作A 而没有选工作B 但是上帝的旨意让我选工作B 我就偏离了上帝的旨意了 对吧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 这种对上帝的旨意的理解是错误的 这叫上帝隐藏的旨意 你说的确我们是不是要祷告上帝 要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旨意 没错 你应该这样祷告 但是你祷告的旨意是什么呢 是上帝启示明确的旨意 是什么 上帝的律法 不管你选工作A还是选工作B 上帝的旨意让你做什么 让你忠心的工作 不要虚度光阴 诚实地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去尽忠职守 这是上帝的旨意 你说我选工作A能不能遵行上帝的旨意 能 我选工作B能不能遵行上帝的旨意 能 所以不论你走哪个 对吧 当然你自己不知道 这是上帝隐藏的旨意 当你迈出去那个选择的时候 在那个岗位上 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然后在那个岗位上遵行上帝的旨意 对吧 明白了吗 你说我到底应该跟这个女孩结婚 还是应该跟那个女孩结婚 上帝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天天祷告求 上帝要求你告诉我在家里整一堆羊毛 对吧 然后说你要让我跟女孩A结婚 你就明天早上让这个羊毛湿了吧 对吧 以前就是听到不同的场合 听到见证的时候 神啊 我就有听我们的那样 如果怎么样给我一个sign 对 这样的话我就去 对 这都是探究上帝隐秘的旨意 OK 在旧书历史的特殊时期 上帝会使用物灵土明 上帝会使用这些特殊的方式 对吧 但是那是在旧书历史的特殊时期 你不是在旧书历史的特殊时期 OK 所以 也就是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你把那些羊毛放在那 你问这个女孩A 第二天羊毛也不会使 你问这个女孩B 第二天羊毛也不会使 为什么 因为上帝不再让你用这种方式 去寻求他的旨意了 上帝要你说什么 我的旨意已经启示完备了 你自己去看啊 圣经里面写的呢 对不对 你怎么选择结婚的对象 怎么选择 首先你得喜欢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两个我都挺喜欢的 那麻烦了 对吧 你说这两个我都挺喜欢的 OK 那你要考察 对吧 你要看 你要看 对吧 这个性格合不合得来 对吧 你说这个太世俗了 这不世俗 这非常的属灵 我跟你讲 你要找一个跟你性格完全合不来的人结婚 你这一辈子可能就陷入到了属灵的试探 所以你要考察 对吧 他是不是个基督徒 对吧 他的信仰的状况怎么样 这些你都需要考察 对吧 你要考察 他的人生的规划 跟你的人生的规划是不是相符 对吧 性格是不是相符 等等等等 这一些 所以然后基于此 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做完这个明智的选择之后 别随随便便乱改 哎呀 我今天跟他结婚了之后 第二天 哎呀 我又开始想另外一个女孩 No 这就开始变成了什么 不明智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提过 智德的一个 与智德相悖的一个恶习是什么 不定 对不对 不恒定 Inconstancy Inconstancy 所以你选完了之后 对吧 你做出这个选择之后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坚持自己的选择 并且 对吧 你说哎呀 我想当初我要选那个就好了 我就不会遇到XYZ这个problem 对吧 这些问题了 相信我你选另外一个 还有XYZ的problem 还有XYZ的问题 对吧 所以做出选择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然后在你所在的关系 位置 工作 家庭当中 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明智的人 这就是明智的人 OK 看 我刚才讲的这些 能帮助你们省多少钱 对吧 你就不需要到基督徒的书店里面 花几百块去找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 你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先知 对吧 去奉献给这个先知的钱 帮我算一算吧 我这个未来怎么怎么样 有各种 以前这个程度很愉快 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去讲自己经历的时候 啊神要给我一个Sign 我就怎样怎样 然后真的好像出现那个Sign 然后我看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Sign 对 你没出现就对了 因为我也没有出现过这些Sign 因为 因为今天在新约的教会当中 不再有这种特殊的启示 不再有这种特殊启示 因为我们 因为上帝说我的旨意 特殊的这些 我的旨意已经书写明确明确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启示完备的时代 不再需要了 你说 为什么圣经里面有 因为那个时候启示还没有完成 你说为什么 积淀他能 我也想要积淀那样 为什么以色列人有马拿从天上见来 我也想要马拿从天上见来 我也想看看 没有了 没有了 时代不一样了 对吧 对我们有点跑题了 但是你的问题很好 你的问题很好 然后我们可以 我私下会再跟 对我们在讲智德的问题 但是现在你看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跑到护照的问题上 但是对这个就是什么 明智 属灵的明智 属灵的智德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个跟这个护照的概念什么都相关的 很好的一个问题 对吧 你怎么知道 对吧 不是因为羊毛第二天起来之后失了 对吧 而是因为你通过自己 对自己的 对自己的 对这个护照这个问题很大 对吧 有内在护照 有外在护照 对吧 所以 我就不展开去 我就不展开讲 但是回到 回到 我知道你有问题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 我该讲的这个讲完 对吧 然后最后变成 所以OK 智德 属灵的智德 被恩典更新的智德 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 了解上帝的旨意 而这个旨意是上帝 是明确的旨意 那 现在目标 目的 明白了 知道了 那选择 选择的途径上 也有了改变 因为有了上帝 全被话语的引导 在选择达到目标的途径上 更加符合上帝的旨意 使我们 在所做的事上 倾向于顺服上帝 所以同样的 这也是通过对上帝 律法的 了解 这种引导 我们可以称之为 叫做律法的第三重功用 所以保罗说 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 变化 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上帝 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OK 所以目标途径 然后那接下来 我们提到说福音 我们刚才提到律法 律法的功用 那福音在这一点上 对智德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都知道说 OK 现在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说 上帝自己是最终极的善 那么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来讲 与上帝和好 与上帝进入到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与他相交 这是对于人来讲 最终极的善 那么到底 这个目标知道 但是福音告诉我们 正确的途径是什么 那就是通过基督 而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意 这是福音 给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的 最大的一个 一个更新 因为在 在我们不明白福音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倚靠我们自己的意 倚靠我们自己对上帝律法的遵行 我们自己的功德等等 但是福音告诉我们 真正的明智不是倚靠自己 而是倚靠基督 所以保罗说 就律法的意上来说 这是他在 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 他说就律法的意上来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 以为与我有益的 看到这是什么 理性 对不对 我原来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着基督 都当作是有损的 同样是理性的认知的问题 对不对 实现理性认知的问题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了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意 乃是有信基督的意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意 这个是福音对治的 对理性的更新 保罗说原来 保罗原来敬不敬钱 是不是信上帝的 是 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福音对他的信仰 对他的属灵的理性的认知 产生了改变 他说我原来觉得 这条路是正的 遵行上帝的律法 你看我条条的遵行得特别好 原来我觉得这是与我有益的 但是福音告诉我 这是与我有损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依靠我自己的意 我开始自以为益 我开始觉得我比别人都优秀 我开始觉得 你看我是第八天受的割礼 我是什么变阿敏人 我是法利赛人 我是最严格的门派的 我一天进食两次 我十一奉献 我秦赛不合 我都奉献 这是什么 这是法利赛人的 律法主义式的 智德 属灵上的认知的偏扎 他认为这是通往上帝的路 这能够达到目标 但是途径错了 上帝无法透过我们 这种途径达到 保罗说如果你要行律法 想要通过走行律法这条路 这是什么 智德在告诉我们途径是什么 保罗说你要想走行律法这条路 好啊可以啊 你就欠了全律法的债 你只在一件事情上倚靠律法的意 你就欠了全律法的债 这保罗说的 你想选这条路吗 律法这条路 好 告诉你这条路 你应该怎么走 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一丁点都不能废 好吧 这条路 但是福音来给我们 对属灵的智德上的圣化 是意识到 这不是真正通往上帝的路 上帝给我们开辟了一条 通往至圣所的新路 就是透过基督的身体 透过把那个帽子把它撕开 对吧 那个摧毁了那个原来的旧的 然后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 这是福音的路 是透过基督的意义 不是透过自己的意义 所以这是真正属灵的智德 因此是倚靠基督 倚靠一个 这个路德说 这个是一个alien righteousness 这是倚靠一个外来的意义 不是我自己的 因此这个属灵的智德 一定是谦卑的 而不是自己为义的 因为你依靠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意 不是自己的 你不会说 你看我 信主的二十多年了 在教会里面服饰 我为上帝做了一二三四件大事 你看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然后这是圣灵对理性的更新 对吧 我要加快点速度 赶紧把这整完 然后我们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圣灵来 顺化了堕落的欲望 也包括情感和意志 使人的欲望 可以有能力顺服 被更新的理性的牵引 对吧 愿意服在理性之下 为什么呢 因为欲望本身也被更新了 原来我所爱的 我现在都看为分土 原来我喜欢的 现在我不喜欢了 所以 所以诗篇说 我的神呢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然后说什么 你的律法 在我的心里 看到吗 平行 诗篇叫做parallism 叫做平行 所以前面说那句 跟后面说那句是一样的 诗篇四十篇第八节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咋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所以对律法的 不仅是理性上的知识 也包括情感上的爱 爱上帝的律法 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 这种欲望 使这个情感更顺服 重生理性下达的 符合上帝律法的命令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 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the passion human passion passion of man 而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OK 那这是从人的功能 人的灵魂的功能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欲望的角度 这样去分析 那么我们在打散成 智德工作的那三个步骤 还记得智德工作的三个步骤 一个是deliberation 叫做审思 然后到judgment 就是明辨 判断 判断 或者叫明辨 然后最后到command 或者叫decision 这就是叫度行 或者是叫对意志和情感下来命令 从这三个步骤来看的话 恩典对智德的兼顾 在每一步都有其独特的兼顾的方式 在审思这个步骤当中 重生的信徒 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道德行动的时候 他有来自上帝特殊启示 所获得的更重要的属灵的记忆力 还记得我们谈到记忆力 memory 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它不是你的记性好不好的概念 它是一个对过去的知识 而这个对过去的知识 当我们从上帝的特殊启示去分析的时候 它包括的是全本圣经的启示 也包括这是过去 对过去的知识 上帝曾经怎么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对吧 你看每一次先知去想要唤醒以色列民的时候 都是让他们先回去想 回头想上帝在古时所做的事情 上帝如此的信实 带领我们的先祖脱离埃及为怒之地 所以你们现在明智的做法是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OK 所以在审思的那个过程当中 获得了更重要的属灵的记忆力 今天出埃及亚伯拉罕 出埃及大魏这些故事 都成为我们作为信徒的共同的记忆 对吧 我们是上帝的百姓的共同的记忆 理解力跟受教的心 我们愿意听从圣经的教导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意 都是有益的 这个人开始对属灵的现实 有了正确的认知 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 他是蒙基督保血所撒的人 他知道上帝的律法的要求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之处等等 所以在审思的过程当中 恩典对智德有这样的坚固的作用 在明辨的过程当中 圣灵使信徒有更加敏锐的属灵的嗅觉 以及属灵的推理能力 这些都是对应原来的这两个步骤里面的那些 所以你回去可以看你们的hand out里面 有这些概念 首先他能够很明 当他熟悉了上帝的律法之后 他能够很敏锐地察觉到 一些与上帝的律法 或福音的真理 相违背的一些属灵的危险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错谬的 他能够这样 我听这个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 对吧 你这说的好像从哪跟圣经不太一样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所有的异端都是这么来的 似是而非 先给你讲一些 你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开始慢慢给你 往里面渗透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 所以属灵的智德能够判断出来 这些不符合圣经启示的危险 能够远避试探 所以保罗在写给提摩泰的书信里面说 你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 要似是而非的学问 所以这是保罗的体验 你要躲避 你明明觉得有点不太对 感觉这帮人说的有点问题 然后你说你硬往上凑 我再听听 保罗说躲避 有些东西你需要躲 有些东西你需要迎头上 该勇敢的时候勇敢 该明智的时候要明智 然后最后在decision 在都行这一步 圣灵使信徒有敬虔的决心和横行 能够在困难跟试探中 坚持做正确的讨神喜悦的事 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说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横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 不至于被引诱失去福音的盼望 所以这种都行 这种坚固这种横心 是非常重要的 缺乏这种美德的情况下 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叫做 心怀二义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领受的救赎恩典 生发对上帝的信妄爱 会使一个人怀着敬畏耶和华的心 让他更加坚定地抵挡 与明智相对的罪跟恶习 他会因为对上帝的敬畏和爱 来抑制自己的鲁莽 轻率和不定的恶习 厌恶属世的聪明 狡猾诡诈的伪善 而在判断属灵的事上 有来自上帝的智慧 所以这就是智德被恩典 更新和巩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我把它讲来了 智德讲来了 讲了三个星期 讲了三次 刚才有什么问题 还是关于拜神的旨意吗 我觉得我们要去寻找特殊的一些隐藏的旨意 对 对 有些信 嗯哼 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不看警派 就是能够清楚的 神戴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祷告 嗯哼 对 然后也很希望得到 就是叫清楚这个名字的判断 但这又可以导告就是 神戴这个是对你的代理 那你去影响对吧 嗯哼 把病状不太过 但是如果不是你的情绪 嗯哼 嗯哼 我觉得这个祷告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嗯 之前 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 清教徒喜欢这样的祷告 清教徒有一句话叫做 呃 叫什么 呃 Pray for your plan 对吧 然后 Plan what you pray 就是你祷告 为你要为你要计划的事情祷告 然后你就为你祷告的事情去安排计划 所以 你去你去你去这样做 上帝会引导你的脚步 对吧 上帝知道说你在哪个地方 他隐藏的旨意是你不知道的 但是 他不想让你做成的事情 他是不会让你做成的 对吧 你在你在你在计划的过程当中 你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合乎上帝律法去做 就够了 这是你这是 这是你的责任 对吧 上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不会说 你怎么没有 你怎么没有祷告求我的隐藏的旨意 然后 然后选择跟另外一个 这个另外一条道路对吧 你说我不知道 你这旨意是隐藏的对吧 上帝不会 不会去审判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 对吧 而且事实上 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脱离上帝隐藏的旨意 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有能力摆脱上帝隐藏的旨意 上帝让你停在那你就停在那 对吧 但是受造物的道德责任在于是否顺服上帝启示的旨意 上帝启示的旨意是我们需要负责的 对吧 所以 所以 当然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祷告说 主啊 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的话 请你拦阻 对吧 比如说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一件事情是不对的 OK 比如说 你明知道这群人去吸大麻 去吸毒 然后你就祷告说 主啊 他们邀请你去 主啊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旨意 你想让我去还是想让我不去 如果你想让我去的话 你不想让我去的话请你拦阻我 这个祷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上帝的律法告诉你 你不应该去 所以你说 哎呀 上帝没有给我一个sign 是不是也许上帝许可我 所以这种 这种祷告 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 啥是明白上帝 你觉得这个人明白上帝的旨意吗 他不明白 因为上帝启示明显的旨意 已经告诉我们了 但是他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 这个行为去寻找一个 寻找一个开脱的借口 对吧 你看上帝没有拦阻我 我去了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们一起吸 对吧 我就跟他们一起吸 但是上帝没有明确的阻止我 所以你注意到了这个隐藏的旨意 跟启示显明的旨意的区分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能 所以明知道 明知道上帝隐藏 上帝启示明确的旨意摆在那 不去遵行 而去为一些明显违背上帝启示的旨意的事情 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拦阻的记号 这是不明智的 对吧 神隐藏的旨意 之所以隐藏 是因为它属于耶和华 而不属于我们 所以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 但是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是启示显明的 所以生命纪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你可以打开看 那里面摩西把那个原则给我们 给我们启示的很清楚 生命纪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知道吗 所以显明的事是叫我们遵行律法 隐藏的事 上帝在祂的隐秘的旨意当中 已经安排了以色列民将来要悖逆 要亡国 这是上帝隐藏的 上帝不知道 上帝没有让祂的百姓知道 上帝在祂隐秘的旨意当中 定下来他的百姓要在旷野背逆他 然后要行走在旷野 这一代的人要倒闭在旷野 这是上帝隐秘的 但是这些人倒闭在旷野 来到上帝面前他们的道德责任 不是说他们没有遵行上帝隐秘的旨意 上帝隐秘的旨意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违 但是他们需要为他们违背上帝起誓的旨意 来负道德责任 他们之所以倒闭在旷野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寻求上帝隐秘的 而是因为他们背逆上帝起誓的律法 他们拜偶像 上帝说你们要单单的敬拜我救他们 对吧 找了金牛犊 他们埋怨神 他们试探神 对吧 是因为这些事情 所以显明的事情是我们需要遵行的 OK 希望这些讨论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 慈离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我们感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的愚拙 脱离我们的属世的聪明 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 来点亮我们的理性 来圣化我们的情感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判断出来属灵的益处 主要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在我们所做出的判断 在我们人生当中面临许多抉择的时候 主要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遵行你的旨意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聪明 叫我们在每一步当中都能够有你的带领 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